高市触号翻属陆姓男子因毒品气道案遭通气 高市刑警大队真三队调查张涉嫌犯毒 昨下午发现陆宇女妖角林女投诉台南汽车旅馆后 趁他们外出时在门外攻坚逮捕 并在车内查获抢毒 陆还跟警方说他是无辜的 警寻后将张借送雄简归案 高市刑警大队真三队调查陆姓男子 43岁窃盗诈欺等前科 去年11月因毒品窃盗案件遭高雄地检署 彰化地检署通气 张卫躲避查器 在大辽区社区透天错出租套房内藏匿且涉嫌犯卖毒品 警方跟肩埋伏搜症后 发现陆前晚带着林姓女妖角落脚台南一家汽车旅馆内 趁昨天假午两人要外出时 铁卷门一打开时当场逮捕张还喊着他是无辜的 警方随即在车内发现转轮空气手枪一把等证物 陆称要到中北部一趟才先在台南休息 警方之后将陆带回大辽都屋处 在屋内发现毒品海洛因压磨机 警方调查张范毒时都会开以借钱 还钱作为买毒案与张案小组也同步收网 并带回药角十多人 警寻后将陆借送归案 警方趁陆打开汽车旅馆铁卷门时 趁系攻坚逮捕到案 记者流星军翻射 分享 警方在陆的租屋处发现海洛因毒品压磨机等物品 记者流星军翻射 分享 警方在陆姓男子的车上查扣转轮空气枪等物品 记者流星军翻射 分享 警方在陆姓男子的车上查扣转轮空气枪 毒品海洛因 安肥他命等物品 记者流星军翻射 分享 警方在陆姓男子的车上查扣转轮空气枪 毒品海洛因 安肥他命等物品